一篇独家制作 那今天呢也是一个特别的日子 哦 有多特别呢 因为我们今天啊 FMVP皮肤签名 已经正式上架游戏内的商城直售了 五位拥有FMVP皮肤的选手 都将以手写签名的形式 留下自己独特的印记 静态版手周仅需94点券 动态签名包含酷炫的签名特效 手周价格为286点券 快来支持你喜爱的选手签名 马上行动吧 那在今天的比赛开始之前呢 相信大家也注意到了我们演播厅 有一丝丝的改变 没错 今天的主题呢 就是FMVP之夜 他们呢是代表着KPL巅峰实力的人 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呢 所有的FMVP都将以不同的形式登场 也是请大家敬请期待 所以今天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 邀请到了武汉East Pro的 Alan做客评论席 欢迎Alan 那今天我们的话题呢 都是围绕几个FMVP的选手去展开的 所以Alan知道今天有什么特别的任务了吧 我今天的特别任务 首先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这几款的FMVP皮肤的签名 没错 然后呢 其实介绍签名的同时 我还要告诉大家 这签名背后的一些小故事 没错 主要还是想听Alan今天来给我们爆料一下 差不多就是这样了 那大家也注意到了我们演播厅这些道具呢 就是给大家刚刚提到的我们选手FMVP的签名 看惯了这个赛场上选手们的极限操作 拟风翻盘 实在没能想到说他们也能设计出这么个性十足的签名 因为他们说实话就练签名真的很累的 包括我自己其实也练签名 就每天就是要抽一点时间去把这个签名给练好 而且我发现了其实这几个选手是打的时间越久了 他们那个签名好像越下丝滑一点 对 可能平时抽空抽的那个练签名的时间可能会比较久 是 而且我觉得非常难得的就是每一款签名都非常的不一样 都注入了自己的一个心意 所以大家一定很好奇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镜头 一起去了解FMVP选手们练习签名的过程 听听皮肤签名背后的故事 当我看到这个签名的时候 我作为职业选手这是一件非常荣幸的事情 这几个皮肤的话 我觉得他在每个过程中 给我带来的意义都不是很一样吧 就好比花木兰 在那段比赛的过程中 他就是给我带来这样的一个力量的 在整个职业生涯当中 是因为貂蝉才成为一名职业选手 看能看着能不能秀 再杀一个 两个 回车 三个 我觉得这个冠军皮肤的意义 就是团队的共同努力的结果吧 选要的话 是当时这个英雄不要跟我贴切吧 金光荡开宇宙 Fly 闪耀其中 想到那个英雄的话 基本就是觉得自己是无敌的 因为我就觉得他很酷啊 我就比较喜欢这种 煞的那种女英雄 因为201年春季赛那场主节赛 我们席时的话 那一局是逆风 拉到来 然后是用席时翻盘赢的 就一直以来都是我最自信的英雄 就命中注定我完整英雄一样 马超的话 说实话就跟我的职业相差不多吧 很多人质疑我 我马上玩得不好 那在整个的那个系列赛中的表现 就异常比异常有自信 然后最后就把这个皮肤给淘汰了 很多喜欢我的观众 是因为凋残这个英雄 来关注我的 凋残在塔下杀掉了 最后决定把这款皮肤制作给雕成 我觉得应该那是那种发光的太阳吧 跟名字也很相符 首先最悬眼的肯定是那个爱心 那左边那个Q是青的意思 下面那个其实是一条龙 就是意思就是青龙的意思 在我原来的签名当中 加了一些猫的元素 加了两个猫耳朵 这是我当年一步步走过来的历史 我觉得它就好比是一个 相对于荣耀的勋章 这皮肤签名的话 可以让我在之后的比赛里更加努力 如果说我五年之后 十年之后 就没有现在的状态好啊 就会觉得曾经自己也达到过高处 就是说再过五年或者十年之后 我再来看这个皮肤的话 那看到上面有我的签名 我一样还是会很热血 这碗皮肤就是对我整个青春 最好几年的一个见证吧 也可以给自己重新找一些 那个时候的目标和方向吧 我不管以后我退役了也好 或者是怎么样的话 我都可以跟我的朋友 或者是我的家人们说 你看这个皮肤上是我的签名 这个皮肤是属于我的 可以让更多的游戏玩家 知道我们这些拿过 FMVP皮肤的选手 这款签名上线之后在比赛中 当我使用到这个英雄的话 必须提醒在我 你就是能打的 你就是可以一直打下去的 你看 因为我陪证你 常规赛一共就五局 前三季就拿我自己的皮肤 直接拿下来 第一个签名是先送给FLY 我先送给他一个 他得送我三个 等这个签名出来的时候 又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如果他们要跟我互相赠送的话 我觉得我很吃亏 你知道吗 最后还是小小地调侃了一下 然后确实是每一款签名 都注入了我们选手 不同的心意 感觉我们跟他们 都有一些不同的联系 然后首先聊一下清荣吧 因为我们知道 Alan也是非常熟悉清荣的嘛 所以看到清荣的这个签名 给你们带来那些感受呢 我觉得清荣那个设计非常好吧 主要我觉得他那个爱心 非常地符合他的一个标准 因为他平时就是一个 很有爱心的人 然后他平时的话 就像之前七一零也说过 他做梦都是会说梦话 说我要去拿冠军 然后他在平时的时候也是 就是他有一些失误 他会自己去消化 就像他赢了比赛 然后但是自己操作得不好 他也会很伤心一样 但是他不会把这些负能量 去给到队友 他会去 比如说队友有时候打得不好 或者他会安慰队友 然后说没事我们相信你啊 怎么样的 他会去各种地帮助队友 我觉得他是个非常有爱心的人 对 听完Alan的这个描述 也让我想到了 当时看到一个纪录片 就是清荣他们队伍 当时那场比赛是获胜了 但是清荣觉得自己的发挥 他会没有达到自己理想的状态 他也累撒现场了 对 这点其实还挺难得的 因为其实有的选手的话 他是可能是输了比赛他会哭 但是其实清荣是在赢下比赛之后 他是自责的哭还是很少见 就说明他对自我的要求非常高 而且他之前也是从一个打野的位置 转到一个中单位置 而且我觉得他的一个天赋很高 在现在当前版本 是新生代中单里边 我觉得是一个独一党的选手了 对 清荣在一众KPO的选手当中 是非常特别的一个存在了 我觉得他的完美主义 会让他背负很多的压力 但是我们看到他是通过努力 去克服了这些困难 这种自我超越的品质 我觉得让大家在他的身上 看到了无限的未来 就像刚刚陈轨说到的那样 清荣就是新生代的中路代表 那我们再把时间往回追溯 中生代的中路选手代表呢 我觉得就是九成了 在18年的春天 其实那也是我加入KPO的第一个赛季 当时还分了东西部嘛 我在西部 当时的Hero呢 是一匹史无前例的黑马 从西部冠军到联赛冠军 再到杯赛冠军 看着他一步一步走上巅峰 再到九成的皮肤上线 以及今天的签名也上线了 陈轨也是作为我们的中路选手 那时候跟九成交手下来 有哪些感受呢 你这么说的话 就有点我的伤心往事了 其实18年的时候 我已经不打中路了 是转到一个辅助位置 然后那个时候 我们战队是调集了嘛 打一个预选赛 然后当时是对阵到Hero 当时其实Hero 跟我们打训练赛的时候 就感觉把九成切死 我们这场比赛 这场训练赛就能赢 但是有的时候 我们就算赢下这个训练赛 九成它的一个死亡次数 还是很少的 而且我觉得当时那个版本 我觉得就是九成的一个版本 就它的一个营正 干将输出打得太高了 主要是干将 我们当时都没有人玩这个英雄 忽视了这个英雄 忽视了 就当时我们的话 我们队的话 是可能最忽视这个英雄的吧 然后等一想 那个重视这个英雄的时候 已经来不及了 那什么时候是开始重视起来 这个英雄了呢 差不多快爆气的时候吧 那确实有点晚了 对那个时候Alan 你也讲到嘛 也跟九成有一些交手 然后包括刚刚成果也讲到 是觉得说很难去切到他 他给到了他们比较大的威胁 那对于你们来说呢 而且就是当时的话 跟九成打的话 他中线的压制力特别强 压制力 对就是你很难去抢到九成的一个中线 然后当被九成抢到中线之后 他的一个对你中路的血量消耗 就会变得非常的难受 因为他会一直打你的状态 老打你的血量 老打你回家 然后这样的话 你的野区就可能失手了 对 其实从这点上能够感觉到 我觉得九成也在中路 是一个独树一帜的一个存在了 而且像干将墨爷这个英雄 大家知道他的机制 其实蛮简单的 就是准嘛 那为什么这么多选手当中 九成会成为了他的代表呢 这个我知道 就九成之前也说过嘛 就他的干将就是要快 快速地把所有的精力扎出去 但是准不准就不知道了 但是当时他那个时候 他是又快又准 这就很恐怖了 这就很吓人了 而且另一点的话 其实当时他们也是说过嘛 然后是九成跟西西西西 喜欢关羽 他就像干将 天天在训练那里去练嘛 对 那个时候他们也是队友嘛 所以他那时候的练习方式 确实是让西西去玩关羽 因为关羽嘛 大家都知道跑得快 很难扎重的 所以通过这样一个 可能说是抗压训练 然后也让他能有一个这样的准度 就像艾伦说到那样 又快又准 所以其实对于他来讲的话 也给我们留下了很多深刻的记忆 包括现在随着版本的改变 他也在调整自己的一个风格去 为了团队取得一个更好的成绩 那在终生代的话 其实还要提到的是 暖羊了 因为暖羊 他也是奋斗了两届选赛 在18年秋打上了KPO 暖羊的故事也是非常有趣的 19年TS战队惊艳一时 在20年重组后 队伍也经历了各种各样的问题 但暖羊的心态真的非常的好 因为他们在春季赛的时候 当时是13连胜获得了冠军 然后在2020年世界冠军 被他这个总决下 又上演了一个让三追四 所以当时的TS包括暖羊本人 我觉得都可以说是奇迹的代名词 暖羊的话 其实我个人认为 就他是一个天才打野 天才打野 对 就他在我心目中的天才打野 就是花海算一个吧 然后暖羊也算一个 为二了 对 然后暖羊的话 他其实作为打野选手 他会把自己的野剧节奏 规划得非常的好 然后甚至说去指挥队友 该怎么去做 就是让自己达到一个 很舒服的情况下 然后自己拿到高经济之后 去指挥队友 这一步我能绕后啊 或者怎么怎么样 然后达到自己一个想要的结果 听完艾勒的分析 会觉得跟暖羊做队友 应该觉得很可靠 对 我其实跟花海做队友 也挺可靠的 还不忘夸一下自家人 那陈轨这边呢 其实我觉得暖羊 其实我刚才说的是天才性的选手 我觉得不只这两个 甚至我觉得是有很多很多 但是暖羊在我心里 他是属于一种大心脏的一个选手 因为其实你天才的选手 你如果是心脏不够大的话 你可能撑不住这个场面 但是那次总决赛 他们绕三追四 就是暖羊的一个心态 是没有任何变化的 尤其是在第六盘 他选择了一个寒系 你想总决赛 第六场 这场赢了我们就巅峰对决了 然后他套走韩信那把 而且是非常的C 对 而且在那年 我记得TS在0比3落后的情况下 然后当时他还说 心里面就想着一件事 就是赢一局比赛 慢慢地就赢回来了 对 当时他还套了韩信嘛 就我觉得他个人的话 就是他就特别敢拿那种 特别秀的英雄 就比如说李白 他刚进KPL的时候拿了李白 对 然后包括春季赛 他也拿出来了 对 他就那种 就是我敢拿这些英雄秀 你敢吗 对 就这种霸气的感觉 就他虽然外表上看起来 比较腼腆的一个选手 但是其实他内心当中 我觉得他是一个内心 比较强大的一个选手 就像两位刚刚分析到的那样 他其实对于自己 内心是非常自信的 然后我觉得这个皮肤 包括这个签名 也会赋予他一些新的含义 那后来呢 暖阳也成为了很多人啊 在赛后采访口中的偶像 比如像XYG的九月 他就提到过 提到偶像的话 仔细回想一下 可能更多的人提到的 还会是Fly 因为他也是拥有三款FMVP 从冠军飞降到云英飞降 再到无双飞降 就那个时候的Fly 就是会觉得他 你们觉得他有多恐怖 其实我开始的时候 跟Fly的第一场比赛交叉 我觉得还好 因为是我们第一场的对战 还好 对 对战 但是我们那场就输了 我记得特别清楚是我们五个人去追Fly的一个哪吒 然后追上头被那个加美了 但是后来发现就是跟QG去约一个训练赛的时候 哇 就是越来越难打 越来越难打 就是甚至限制不了他了 就Fly的话 就当时的话 就刚进KB的时候 他整个一个个人操作也是很强的嘛 对 然后就平常的上单都是 因为当时上单是打射手路嘛 然后跟射手对线 就是拼谁上那个对抗路 抗压抗的比较久 老Fly呢 经常是一个抗三个 他还能守住 守住的话 可能还会给你一点小惊喜 可能还杀一个 杀一个 对 这是最夸张的 然后我们家上路就可能是一打三 然后塔没守住自己人也没了 对 所以大家刚刚看到我们身后的这个照片 他的第一个FMV的皮肤 就是在2018年 王者荣要冠军杯国际邀请赛上 QG Happy获得了冠军 这个照片就代表了 那个时候的冠军飞将了 对 是 然后正如Allen讲到了那样 后来的话 他又是在总决赛的时候 说了一句我们回来了 那个应该是观众记忆点最深的场景 对 第一个 荒姆兰的话 我觉得他选这个皮肤的道理的话 应该是 就是他拿到花木兰 当时他拿到花木兰这个英雄 他就有一股能 我拿到这个英雄 我就能带着一个塔 我就能必赢的那种感觉 而且当时是我们的低谷 就低谷的时候 他拿到这个英雄 就有这种 我拿到这个英雄我就能赢 所以这个英雄真的是 当时也给予了他 包括你们整个队伍无限的能量 对 然后现在这个冠军飞将 我觉得也是他赋予花木兰的一个意义 然后包括我们皮肤千美的一个上限 然后后来也是要云云飞将的诞生 再到现在我们看到马超 其实马超这个点 弗莱聊了很多 他会觉得说 这是他的一个挑战 他想要去战胜它 他也感受到了新人选手 在那个时候对于他的一些冲击 然后马超这个英雄的话 弗莱最终也是用自己的成绩来证明了 他只是打得比较久 其实啊 他还只是个21岁的少年 对 其实我觉得就是 电竞吧 跟年龄其实关系也不大 其实我们说实话 只是打得比较久 真的只是打得比较久而已 就是看你对职业的态度还是怎么样的 就是你到底还想去打冠军吗 还想为这个付出多少 就是如果说 就是别人打两个小时三个小时 那你或许你比别人更努力一点 或许你就能拿到一个冠军 对吧 我就觉得弗莱 就包括Cade和青龙他们 就是付出的要比别人更多一点 所以我觉得弗莱他的目标 包括马超这个无双飞将 对于他来讲绝对不是终点 只是一个里程碑而已 他的未来还很长 那最后呢 也要聊到 艾伦非常熟悉的猫影换舞了 Cade 就那个时候 其实我们也蛮动容的 当时宣布他是FMVP的时候 我觉得Cade的那个神情 就很触动大家 所以那个时候 在艾伦的心目当中 Cade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Cade的话 他一直都是队伍的老大哥吧 然后 我觉得他做的最厉害的一个点 就是他去指挥队友 然后能让队友去无条件相信他 那你为什么会无条件地信任他呢 因为我跟他做了很多年队友吧 你很了解他 对 我很了解他 然后 我也是一个比较好相处的人嘛 然后他说什么我就做什么嘛 就算他有时候说的一些东西很离谱 但是我也去做了 很离谱 就比如说你们五个人蹲在一个草丛里 对 我们经常搞一个操作 就五个人蹲在一个草丛里 一般来说的话是蹲不着人的 但是他说了一下 我就感觉 真的能蹲到 就是他找的那个节奏点 或者说那个位置就真的能蹲到人 对 就好像就是他有那种魔力一样 就是比如说他经常会说一些什么 猪八戒上去送啊 吕布上去送啊 但是我就真的上去送了 是 也非常有趣 那陈葵觉得呢 其实Kat也是第一代KPO 达到现在的选手了 对 其实我跟Kat还是交叉蛮多次 但是他这次选这个貂蝉 我还是蛮动容的 因为其实貂蝉那个英雄 是我们老一代中单选手的一个情怀 甚至说是梦想的一个英雄 因为貂蝉这个英雄是在2016年的 一个上半年才出来 当时那个版本这个貂蝉还是很强势的 然后我们就是小一批的高端玩家 其实是经常能够排到一起的 有的时候Kat跟我在一起 有时在我那个对面的一个位置 貂蝉这个英雄都是大家要去抢的 对 貂蝉那时候还是武杀英雄呢 我对这个英雄也是充满了深深的情感 这个英雄真是太火了 其实每一名老的中单玩家 都是希望去把貂蝉这个英雄 在职业联赛上大放异彩 去打出自己这个名堂 他证明了 对 他证明了自己 我觉得这个看的还是挺感动的 这个英雄 对 而且就是 就算是貂蝉不是特别强的版本 他也就是敢拿出貂蝉来秀嘛 对吧 对 我觉得对于他来讲 这也是一种力量 所以从我们刚刚的一个聊天当中 也能够感受到我们 每个FMVP皮肤 包括我们的签名 对于不同的人而言 或许都有不同的意义 当皮肤被赋予了签名之后 它不仅仅是一款皮肤 它代表了那个时代最强的选手 因为我们看得见的记忆 把它们都保留了下来 那签名的背后呢 是回忆 或许还是青春 因此每一个FMVP皮肤的签名 都弥足珍贵 所以我认为 这个我们FMVP皮肤的签名道具 好像让我们普通人 也能和他们有了一丝丝的联系 让我们对于FMVP的记忆 变得更加的完整和深刻 在日常的游戏过程当中 看到了这个签名 就好像回到了那个 承载着荣耀和泪水的时刻 也让他们的名字 在玩家当中得以流传 也让这段美好的记忆 生生不息地传承下去 好的 回归到我们今天的一个比赛 第一场比赛是 深圳DYG对阵成都AG超玩会 这场比赛 我觉得大家也期待了 非常久的时间了 而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里 我们又看到了他们的教授 我觉得主要是当时20年的一个复刻吧 总决赛的一个复刻 而且就是小艺他也是回到一个打野位置上 我觉得小艺回到打野位置上 节奏还是 目前看来的话还是打得蛮好的 对 我记得今天九龙进入采访还说 那个在他心目当中 小艺对他有威胁的就是回到打野位置 对 因为上一场的话 我其实也看了DYG的比赛 就小艺他玩劲嘛 然后是资深进去把风暴龙给抢了 然后还把吕阳芳给秒了 然后打了一波完美的翻盘 对 然后小艺后来在自己直播里面复盘的时候 把自己的这波高光讲了十分钟呢 我看了几遍 哇 真的讲得很细节 对 对 对 就觉得你跟小艺都很自信 就很让人欣赏 我们都是那种非常自信的选手 非常就是欣赏自己的那种选手 嗯 没错 发现了 陈鬼这边呢 就我觉得小艺他回到打野位置 能带节奏 因为之前转射手的话 其实当前版本的射手的话 我们都愿意戏成为绝育录 很难去带动一个整场比赛一个节奏 但是打野就不一样了 就感觉特别适合他 对 而且从今天的首发名单 了解了之后的话 再结合着我们今天的一个积分情况 其实目前A组 广州TG是已经拿到四分嘛 还要冲进S组了 所以还有一个名额了 而目前成都A集商会是排在A组第二 深圳DYG呢 是排在A组第三 所以其实这两支队伍之间 他们是存在一个竞争关系 并且很强烈的 谁获胜 对于成都A集商会来讲 因为他有三个大分的优势嘛 所以他只要这场比赛获胜 他就拿到四分 也宣布着他也能够进入到S组 所以对于今天的深圳DYG来讲 他要把成都A集商会拉下来 就是如果说他赢了 那他跟成都A集商会 成都A集商会这边就是3-2 他就是3-1 那他就用主动权了 对 我觉得这场还是比较关键的嘛 毕竟上S组的话 可以跟强队交手嘛 就比如说跟伊斯塔跟狼队去打的话 能学到很多东西 对 包括像昨天 清清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他也讲到说 觉得重回S组之后去跟更强的队伍去交手 也能学到更多 对 其实你们被强的队伍去虐的话 你反而是一种进步 而且今天这两支队伍的话 他们的一个场局实在 我觉得都是蛮久的 其实更加体现出 他们两支队伍在中期 都是容易掉大大的一个节奏 所以更加容易拖到一个20分钟以后嘛 对 不过这两支队伍 在这个赛季给我们带来的一个印象改变 就包括我也跟很多教练去聊了一下 然后我觉得成都A集商会这边的话 他们整个队伍的凝聚力变强了 我们结合着战队数据对比 也能更加深刻地去感受到 对于整个程度 A集商会来讲的话 其实他们这个赛季的进步是很快的 虽然他们当时一上来是被TTG给战胜了 但是他们后面就越打越好了 就让人慢慢地就看到了这五个人 越来越像一个团队 而且最近他们的一个打打野吧 进步非常大 其实一局比一局打得要好了 就微秧的话 其实我觉得他就是一届一盒 还是玩得蛮秀的 包括进呀 蓝呀都玩得特别好 就他我觉得他的一个个人的手法操作 是非常好的 但是作为一个新的选手 我觉得他刚上KPL 可能节奏方面的话 还没有那么流畅 节奏还是要再加强一下 对 节奏还是要加强一下 那对于生日DYG呢 他们目前的战绩其实也是不错的 两位觉得他们的进步体现在哪呢 DYG的话 我觉得主要是小一这边回到打野位之后 整个的队伍的节奏盘活了吧 然后小一这边拿到一个很高的经济 然后在团战中能打出一个切C 然后去控资源 我觉得这一点是做得非常不错的 对 所以对于今天的成都AG窗会来讲的话 生日DYG也是一个需要去忌惮的对手了 好 那今天在赛前呢 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的环节 那就是要连线我们今天也是上线 皮肤签名的FMVP选手KAT 来让我们连线一下KAT一起聊聊今天的比赛 Hello Kat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 我是成都AG窗战会KAT KAT你好 今天呢也是你皮肤签名上线的日子 恭喜恭喜啊 你是刚刚回到俱乐部吗 对 回来第三天了 哦 怎么样 最近有发生什么有趣的故事吗 最近在休假 整个心情很愉快 看出来了抑制不住的这个笑容 那你回到俱乐部之后 感觉大家有什么变化吗 感觉大家就是比之前更熟悉了很多 之前也刚开始磨合嘛 然后经过了一个月的磨合期 大家互相之间也比较熟了 嗯 对也从成绩上能看得出来 大家打得也是越来越好了 然后包括成都AG窗战会 其实这个赛季进行了一个很大的阵容变动嘛 你如何评价赛场上的新人易安和魏央呢 我记得当时和你在全国大赛评论席的时候 魏央正在打全国大赛呢 对 魏央就进步非常快 然后易安在边路的话 那个打法也是比较凶悍的 也是偏就是对抗性的 对抗性比较强的那种 战坦双修的边路 然后魏央从比赛上 你们也可以看出进步特别快 然后有很多比较 就是有灵性的操作和那个节奏 嗯 对 我觉得就像Kat说到那样 我们从很多程度AG窗战会的复盘 高光时刻都能看到他们这样的一个操作 那包括这赛季我们也有一个新的教练小兽 对于小兽教练你之前了解吗 呃 对小兽教练之前了解的更多是 做对手的时候吧 他当时做选手的时候开发那个马可波罗打野 嗯 真的反 然后引领了KPL潮流 所以怎么样 你们那时候 Alan和陈果也聊一聊 对 因为当时他开发那个马可波罗打野的时候 就是其实搞得我们队伍也很烦 就是如果让刺动去打野的话 刺动他打野节奏很差 所以说导致我们队伍就很烦 对 就基本上是这个道理吧 基本上就是把所有的一个 其他队伍打不过他们就被迫去学习 这样搞就是 原来是不是打野的学生 他把射去转到一个打野的位置 他其实打野的次数没有那么多 节奏不是很熟悉 就很烦 包括刺动这种选手的话 他还需要别人教他怎么玩 刺动在解说席啊 就跟你面对面 你才好这么去说他的 还是关系好 就比较累 就比较对 是 那也想问一下KAT了 你觉得小兽教练的到来 给团队带来了哪些变化呢 因为最近也没有在跟训 也不太清楚 就是从比赛上可以看得出来 就大家变得更加稳定了 然后目标还比较同意 其实也从KAT的一个分享当中 能够听出来 其实KAT还是有聚在关注咱们队伍的一个比赛的 那今天呢咱们的对手呢是深圳DYG 你觉得成都AG上会有多大的把握赢下来呢 胜率九成吧 因为我看得出来 就是那个DYG 节奏非常慢 然后我们我们就是强的就是团战 你和我们拼团战 我觉得还是我们的胜率比较大 嗯 非常非常的自信 那也希望你可以把好运带给你们的队伍 感谢KAT接受我们的采访 拜拜 拜拜 怎么样 两位觉得今天胜率有多大 其实啊 我觉得就是今天打的可能会是一个五开嘛 但是但是我觉得KAT刚刚那个采访就是 全是感情啊 没有理性 他最后说对面节奏很慢什么什么的 对面节奏很慢 跟我们拼团战根本拼不过 就是我觉得他那个理性有但不多 哈哈哈哈 陈鬼你从理性的角度分享一下 确实其实说的还是有几分道理 因为两支队伍的节奏都是比较慢的 要拼一个后期的一个大团战 但其实最近的比赛可以发现 AG的话其实被针对的比较多的是 伊诺 伊诺其实一直是被开团祭天 然后其他人法力无边的 但是我觉得今天可能要把注意力更多的放在魏央身上 哦 啊 我觉得魏央是最近的一个关键点 对打野之间的对决嘛 我觉得就是魏央跟小翼去PK的话 呃 如果魏央的节奏不好的话 很可能就被小翼掌控野区了 因为小翼这边的话 我们更多知道小翼的话会组织队友去组织一些进攻 对 但是魏央的话如果说他节奏不好的话 如果没有去组织一道很好的一个进攻野区或者防守野区 导致野区失守的话 可能就要被小翼一直棍取球了 对因为其实这两位选手还是差别蛮大的 小翼的话也是这个赛季转回打野位 但之前的经验是非常的充足的 包括还有总决赛的经验 而对于魏央来讲他只是一名新人打野 所以更多的答案要在赛场上去揭晓了 让我们把时间交给解说席